党报全面调查李文亮事件让正义抵达人心图 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 经中央批准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 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做全面调查 李文亮医生在抗击疫情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不幸事事引发网友刷屏关注 此前在发布病情的微博里 他表示等我病好了我就会上一线 双引号这种事不避难亦不逃则的担当令人肃然起敬 如今国家监察委派出调查组做全面调查 回应了公众关切也让人对还原事实真相抱有期待 还原真相就能稳定人心呵护正义就能宁心俱立 捍卫法治尊严更能凝聚起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 当前抗击疫情正处于关键时期 气不可泄近不可松人心不可散 带着信念与勇气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我们就能遏制住疫情蔓延势头 最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